實證袁卓、趙習仁、田北辰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實證袁卓打算派五人參選 但只有一人獲三會成員主動接觸 取得足夠提名入閘 另外四人則透過各區民政署聯絡三會成員 但全部都未收回覆 批評改制後的區選制度荒謬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今天反駁提名難過的說法 稱可以聯絡新民黨提名但沒有人聯絡他們 包括曾為新民黨創黨副主席的田北辰 田北辰在2017年退出新民黨 稱和葉劉淑儀的理念不同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開 另外新民黨今天宣布派出29人出選 部分人是2019年區選中落敗的候選人 包括劉勝雪、金文峰等 田北辰在外 感谢观看